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倫動機倫利益 我二叔的言言是最大 由我們採用同一條船開始 沒得會完 三少爺 二小姐 就是你們其中一個說謊 你就憑我遵守這些路 你就懷疑我是兇手 大哥… 我要他不回來 潘家三少爺 搭上練兵寡婦 果然不出儀長所念 大少奶奶真是個是非職 原來八卦真是女人的天性 如果她不是八卦 就不會一聽到嘉陽這件事 就信以為真,還四為唱通街 老爺,你真是好計謀 根本她就不知要訂 經常做夢想我老公當當家 但又不知道自己的老公是廢柴 嘉显這份人是忠忠直直 單紙也不偷吃 如果她是有能力拿大鑰匙的話 當年當家的位置就不輪到考而坐 怪不得她 身為潘家長子 但當家的位置就不輪到她坐 不生氣就啞笑 就像我當年一樣 我每樣東西都給我大哥本錢 但是老太爺偏心 你當家的位置就坐了 好,現在恩果報應 輪到我大哥兩個兒子欠一頓死 怡伯父這次發脾氣 當正他們夫妻倆居心不良 有心打壓嘉陽 看來他們以後都很難有運閒 怡長這招借花敬佛 推個女人去學時非,真是高潔 你疑伯父當初的預算盤 就是想嘉遜和嘉陽兩兄弟拍眼當 打你永泰龍,讓我沒機會插手 但他始終對嘉遜有成見 不肯重用 好啊,現在他自斷一臂 剩下嘉陽變成沒酒膀棋 根本不成氣喉 你為什麼不說話? 現在你老婆被人家夾眼冤禮 說我搞事搞非,中傷你三弟 我現在有說錯嗎? 明明是嘉陽自己說要去絲綢廠 現在就放在你身上 還說你有心想打壓他 根本就是老爺偏心,是他想打壓你就真 你還說? 我們問你 是不是你找人送上石屋的工廠 給工人吃,然後說是嘉陽送 然後在外面煽風點火 說他和冰冰有私情,有還是沒有? 你現在這麼大聲幹什麼?審犯? 我真的要不想打壓利 只要不想打壓 他們有這麼大聲 我真的要來做 就很毛病 我真的要來補充 我我真的要放在里面 我不是做 Sylvan 你喝醋了 我只是說 你打我?你居然打我? 你居然打我? 為何沒人明白我? 大少爺 對不起 飛雲,你終於肯見我 飛雲,我受到委屈 但是沒有一個可以說心事的人 你來就好,你一定會明白我 你會 我明明你也沒用,我幫不了你 你放手 你老實告訴我…我是否可沒用 為什麼你要這樣說呢? 因為真的可沒用 要不然,為何當家委不讓我坐 我…我是長子的孫,但老爸不相信我 我知道我和家楊不是同一個媽媽生 但我沒想過要跟他爭 偏偏有人不相信,還要暗中打壓我 連彥徒也看不起我,我沒用 其實我不是沒用,我是不想爭 我無非想一家人齊齊整整 難道這樣也錯,是不是我錯? 不是,不是,你沒有錯 不是,是我錯 是我錯 十年前,我不應該做錯的決定 令你那麼傷心 碧雲,我們從頭再來過 你醉了,你別這樣,好嗎? 我沒醉 大師父 我沒醉到 我知道我現在好像什麼都沒有了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你在心裡還有我 你給我一個機會補償吧 沒用的 沒用的 過去的東西就像撥了出去腳水一樣 不能回頭 如果我不想一再再坐,你還是… 碧雲 碧雲 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給我一次機會惡病 喂 千姊 三少爺 貶貶 三少爺 唐師傅, 回來了嗎? 三少爺這麼錯褪? 是呀, 我來看看千姊的傷勢 拿了些腮肉給他 怎麼樣?好點嗎? 好點 你聽到, 好了很多了 難道我唐榮醫館 在潘家村幾十年 連自己的兒子也養不回好 將來還有誰來光顧? 阿珊, 還有三少爺 你的西藥, 我們不適用的 請你拿回去吧 你的心意我們心領 是呀, 千姊你不用趕回絲綢廠 先約好傷心, 千姊 好, 走開紅送 爸爸 那不妨礙你們了, 唐師傅我先走了 爸爸, 三少爺回好意 為什麼這樣對人? 我怎麼可以?我現在這樣說不對嗎? 不喜歡留他在這裡吃飯嗎? 我也怕別人說我閒話 說我貪腐貴, 豈不是高華法嗎? 爸爸 別了, 我跟三少爺說真不好意思 冰冰 三少爺 你這樣跟著出來 不怕被人看到又說是非嗎? 你怕什麼?絲綢廠都是這樣的 無謂人才會做的 那倒是呀, 這個世上很多人都很無謂 剛才爸爸這樣得理, 不好意思 但是他沒有惡意的 我明白 你揹著關家媳婦這個身分 他只是擔心你而已 在這裡, 舊思想, 封建制度 什麼禮教, 一代傳一代 很容易理解 所謂清者自清嘛, 用不著理人 好一句清者自清 明天啊, 大人言可畏 再這樣下去 會影響我們查現在的案子 你要記住, 我跟你現在是不見得光的 別說這些了 那這案子有什麼進展? 我發覺二叔和國良很多事隱瞞我 當中應該有線索 那我們要怎麼查? 我查下去, 你休息一休 不是嗎?你真的怕人家說嗎? 我們應該低調一點, 你回去吧 我走了 不用這樣嗎? 要不要小得, 萬年船嘛 你還出來不出來嗎? 出來吧 冰冰 蘇瑤 祖元,是你嗎?是你嗎? 是,我回來了 我在做夢 你別回夢,我沒死,我真的回來了 祖元,你知不知道我只顧著你 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你兩年 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你很久 是呀 我知道,這兩年來辛苦你 我以後不會再離開你 不要再離開我 謝謝祖先保佑,祖要平安回來 你好,你 我等了你兩年,一回來就弄我 原來你早就見了婆婆和麗娟 我只是想給你一個驚喜 前兩天我去關家村不見你們 都不知道多害怕 後來知道你們都搬來關家村 就馬上趕過來找你們 你也是的,又說出去做生意 一日去了兩年,音信全無 連家村也沒有,掛死我們 是呀,我們真的很掛念你 後來聽到花尾都沉不住了 我們真的以為你… 說起你,我的命都要收拾你 是呀,那天沉船的時候 我撞傷了頭,跌下海 直到我醒了,什麼都不記得 原來是船家救起我 輾轉落到香港 當時我傷得很重 我只想沒機會回來再見你們 那頭現在還… 沒事,過了大半年,我總算撿回一條命 但當時我已經無所謂 我沒有面目反向下 更加沒有面目見你們 你怎麼會這麼想的 就算什麼都沒有了 我們都可以重新來過 是呀,我們每天都望你回來 之前你欠在外面的債 我們還的都說不清,就唯一搬來這裡 真是藍為家嫂,一直照顧我們 你真的要好一點對她 冰冰,辛苦你了 不過你們放心 這次我回來會還清所有債 不會讓你們再捱苦 我真的想不到你會等我 更想不到你會跟山雞拜堂 進入我們關家門,謝謝你 你知道我為人的了 決定了一個事,我不會那麼容易改變 而且終生大事 既然決定跟你一生一世 我不會那麼容易後悔 我知道,可以跟你在一起 明天我會去復祢,你相信我 我以後不會再要你受苦 我要你好好享福 其實我不用享什麼福 只要你平安回來,我已經心滿意足 現在我有錢,你以後不要再回私創 我準備接大家出去散城 到時候開一間大的藥財店 好,你就是老闆娘 你現在有很多錢嗎 那倒不是很多,總之當我們開店 駕駛駛駛駛,你做什麼 我都會支持你的 阿熙,我會盡快擇個駕駛 跟你出去擺堂成親 還要請這裡所有人 等你風風光光介入我們關家 對了,有件事我趕出來,你不要生我 什麼事? 你送給我的駕駛駛,我已經弄不見了 對不起,我知道是我不對 駕駛駛是你心意送給我的護身符 我不應該這麼粗心大意 不過可能是他幫我擋了一劫 我才可以平安回來見你們 對了,不要緊 當然了,最重要是人平安無事 老實說,我現在 第二次將阿冰冰交給你 你不要再令我失望 一定不會 對了,我房間裡有一張是家傳秘方 如果藥材浸了一個月左右 你喝了之後,保證你三年生涼 爸爸,你說什麼? 你幹嘛排草呢? 你真是…大家都自己人嘛 好,跟我進去 好 你看,爸爸這麼鬼馬 不過我好像很久沒見過爸爸這麼開心 是呀 冰冰,大哥也想你開心心 我真的有幾句話想跟你說 阿冰 幹什麼? 你過來坐下 自從祖堯收了鐘,我也知道你不能說 揹起他們一頭家 難得祖堯回來 你這麼辛苦終於等到今天了 以後就應該好好地對待丈夫 外面的人別管了 大哥,你說什麼? 我跟三少爺沒事的 你別聽外面的三姑、六婆胡說 大哥當然知道你沒事 不過外面的謠言傳得這麼厲害 你始終都要避忌一下 有什麼要避忌? 我們真的沒事嘛 早要… 我們… 阿芝,你是在說冰冰和潘家三少爺的謠言 祖堯,你別相信外面的人亂說 我跟三少爺真的沒事 我怎麼會聽別人說而不相信你 其實我一進村已經聽到村民這麼說 不過你放心 外面的閒夜閒雨,我只會待耳邊風 謝謝你 冰冰有你這個這麼好的丈夫 真是站身收到的福分 什麼?祖堯有我這個好妻子 三生有幸 三少爺,看適合些什麼? 老闆,你的雞奶多少錢? 兩盒 謝謝 不好意思 三少爺? 這麼早?回絲綢廠嗎? 是呀,你也是嗎? 是呀,我有事相同… 還有事相同 有事相同 你先說 你先說吧 媳婦 三少爺 琳姐 婆婆,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我想今晚吃頓好,來慶祝 早點出來買信 順便跟街坊宣佈好消息 恭喜你,冰冰 終於等到祖堯回來 是呀,以後就有福響,可以等到小奶奶了 奶奶,原來是你說的嗎? 難怪今天紅嬸在這裡恭喜我 好事怕什麼跟別人說 冰冰,原來祖堯真的回來了? 是呀,剛才我想跟你說的 她真的回來了 好,那真是恭喜你了 原來這個世界真是有奇蹟的 謝謝 我有事了,先走了 三少爺行… 對了,擇了好日來 還有,請不請我們喝酒嗎? 擇了好日來,這個月十八就是好日子 十八這麼快嗎? 喜事當然越快越好 恭喜你… 說了什麼?什麼喜順? 沒事… 沒什麼?偷笑?說我是壞話嗎? 不是,我們想…我們想恭喜你,冰冰 冰冰,恭喜你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 恭喜你終於等到祖堯回來 麗娟,又是你替我唱通街呢? 那好事全千里嘛 我真的沒你負責,你以後做信鴿吧 聽到了,第一響了,開工了,還在說 是的,未來大嫂? 你還在說嗎?我不跟你們說 我去職貢室,拿木輪格過來 阿丁… 我還沒見過冰冰這麼害羞 是,是嫁人,有一點害羞 怕有些人不知道是害羞吧? 那倒是,這裡全跟三少爺有事 轉頭,老公又回來… 不要亂說,冰冰對阿哥是一條心的 一條心,那為什麼?三少爺又送涼茶 又送水果來,分明想討好冰冰吧 你意思是不是冰冰想討人三少爺嗎? 不要亂說 不知道頭不知道路就不要亂說了 為什麼站在這裡? 還不開工?看不到響頂嗎? 雲姐… 雲姐,這個月童阿元 不得冰冰早要回來和她團聚 終於可以嫁得出 就在這裡中傷冰冰 還說冰冰勾引三少爺 她真的這麼說? 是呀 有人可以做證嗎? 雲姐,我可以做證 雲姐,我也可以做證 還有我,他們不得冰冰有情人 忠誠眷屬,我也可以幫你不幫親上 你們是不是妒忌冰冰可以真的嫁人 所以會中傷她呢? 怎麼會呢?雲姐 不是妒忌又是非,你們是致疏女 疏氣了就不應該理人家兒女私情的事 趕人閒話事小 犯妝是玉邊堂的規條事大 對不起,雲姐 以後都不敢了 做人心胸要闊一點,大家都是公友一場 冰冰找了一個好歸宿 我應該替她高興才是 知道了,雲姐 好,開工吧 是,雲姐 那位冰冰老公又會突然回來 之前我們用花那麼多心思 傳她和家陽有腦 如果家陽真的對那個冰冰有意思 她遲早會把肚子放進去 到時候長期更好看 如果她真的敢弄老婆也好 事情一爆出來 我想她以後都不用潘家立足了 你,你先別說別人 過來 先說你這件事 我不是叫你看這些帳簿嗎? 不要有把柄落在家陽手上 但是你偏偏被她查到 我們和文記的應酬費有問題 當她跑來挑剔我又說想在絲綢莊學習 你怎麼做事? 現在她想查我們的事 現在是否算不到蝕蝶米了 我以後做事會小心點 你再給我省定點 沒有任何幫不上我的手 趕快去 是的,義長 表少爺 閻歡 怎麼這麼慢? 阿花突然說肚痛 我就留在這裡替她擦藥油 表少爺你又在這裡 剛剛被人散到臉皮 不想回去住,就在這裡坐坐 是不是跟上次那件事? 我真的沒有跟別人說過 與你無關 我知道你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但是… 你又織了一整天報章 手臭臭臭 吃完飯就跟你擦藥油吧 這裡不方便說話 不如我們去其他地方談吧 進來吧 我來榮太郎這麼久 也不知道原來有這樣的地方 我平時一見累就會來這裡休息 不過大少爺和三少爺很少來這間房間 表少爺,你住慣大屋 不會嫌這裡屈膩嗎? 有大屋住,但是住得不開心呢? 有時候我寧願一個人不留在這裡 起碼不用被人騷擾,樂得清職 你住得不開心嗎? 無論如何都不及你這群女工那麼開心 每天工作嘻嘻嘻嘻嘻 我在絲綢廠工作,要聽人吩咐 回到家裡又要看人不認識 你在說二老爺嗎? 乖就只怪我自己不爭氣,沒本事 無論我多努力,都沒人看得起我 不是的,我聽人說二老爺很提睇你的 提睇? 喂,我自有父母祖母 我唯有低聲下是求牠收留我 但是怡長一直都當我是牠的狗 要我為牠東奔西跑 從來都沒有欣賞過我 原來你這麼淒涼 我還以為做老闆的一定沒甚麼煩惱 同時吃好、著好、好價勢 那你現在打算怎樣?想自立模糊? 怡長畢竟對我有恩 做人又怎可以這麼無本犯骨 就算受盡委屈,也唯有恩愛 妖少,做生意的事我不是太懂 不過我相信終有一天 你一定會出人頭地 很久都沒有人這樣安慰我了 艷歡,謝謝你 你真是一個好女孩 其實我也沒有做些甚麼 你好做得好 謝謝你 你膽子 我給我 你膽子 他媽媽 你膽子 你膽子 我膽子 你膽子 你膽子 我膽子 我膽子 作為大哥的, 我要提醒你 鄉村地方最主重的就是禮教 各處鄉村各處禮, 要規行舉譜 一步都不可以行錯 就是這種封建制度 也不知道斷送了多少人的幸福 話說回來, 你當年跟大嫂成親 其實不是被迫 我看你們相處了這麼多年 經常是貌合神尼 究竟你有沒有喜歡過她? 父母之命, 梅酌之言 有得選擇嗎?到你喜歡嗎? 還有, 我記得你和大嫂成親之前 跟爸爸喊了一場大交 其實你心裡不是有別的女人嗎? 大哥曾經喜歡過一個女工 我本來以為只要真心相愛 爸爸或許會同意我們 誰知只是我只一廂情願 終於去到一個女工很痛苦 好, 其實真心相愛 那豈不是努力爭取, 幹什麼事? 我爭取過, 可惜失敗 所以大哥想提醒你 如果你真的喜歡冰冰的話 你最好盡快抽身 鄉村地方, 注重明節禮教 你不怕累到自己, 也不要害人 努力跟大哥一起, 搞好一間絲維廠 就算是這四個字 禮教五人 我潘家陽就不會受這一套綁束 行了, 我說我不接受而已 不代表我會去挑戰 我心中有數了, 放心 娘娘, 麗娟 教嫂 瑩瑩 今天還沒到, 你這麼快就想過門嗎? 上次我收拾了衣服, 打算回來收拾 對了…有什麼留下就記得拿走 到成親那天就一次過嫁過來 沒理由衣服早過生養過門 不說了, 我先進去收拾 我先進去收拾 祖耀, 這個駝錶你好好待著 看著時間回來 我會 保重 你也要小心 幫我照顧媽媽和麗娟 我知道了 我先進去收拾 冰冰 祖耀, 你回來了嗎? 是 你要找什麼? 沒有, 我回來收拾幾件衣服 你為什麼這麼緊張?有什麼瞞著我? 沒有 還說沒有?我自己找的 真的沒有 沒有, 原來你看到了 我忘了你送給我的台錶之後 一直都很不安心 台錶現在只剩下一個鏈子 就像象徵我們要分開一樣 我怕你會見到不開心 其實不要緊 不見了就買過了 這份禮物是你送給我的 怎麼買都買不回來 既然也買不回來 還留著它幹什麼? 那是你送給我的 我怎麼捨得丟 傻瓜 這兩年來 每個人都以為我死了 只有你相信我還沒死 還等我回來 算下你還傻 你到底丟在哪裡? 不用找了, 在我身上 怎麼會在你身上? 你又不想要那隻駝錶了 但我看見那隻駝錶也挺值錢的 就打算拿去當保當了它 真的在這裡 你不是丟了嗎? 蠻耐死可能 你 mont說 我幹嘛 在這裡, 剩一個石頭 真可憐 你一次再一次竟小我 我竟小我 不知道上次 誰直接說不想要這個鴕錶 然後現在又怕阿祖要生氣了 上次我一時想不通 所以沒有立刻收拾他 之後我不知道多後悔 所以我就說你應該要謝謝我 不斷珍惜,以後就好好保存這隻鴕錶 我知道了,我一定會好好珍惜他 對了,跟你說了這麼久 還沒正式恭喜你 天,沒想到原來人真的會夢想成真 祖堯真的回來了 謝謝你 其實我覺得一切都好像在做夢 不過我知道,這是美夢的開始 好,如果要做個美夢 你就早點回去睡吧 現在什麼時候?這麼早睡? 不過這樣還是不要跟你說下去了 再說下去,天都黑了 我走了,再見 再見 怎麼三少爺會在這裡? 這隻很好,看時間很準確的 還是不用了,謝謝 別客氣了,別客氣了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走 走 我們先救他們 情報說他們藏了一批打劫回來的金條 一定要救他們 是 走 幸好子彈沒有打到要害 應該沒什麼大礙 謝謝醫生 別這樣動, 傷口會爆 讓他休息幾天, 等他康復 送他回田營獎 不要, 不要帶我走 我真的不知道金條去哪裡 讓我… 你別動, 傷口會爆 我知道你想救他 但是我們只是負責醫好他 其他事不到我們管 也不到我們管 我們管不了 好, 送他回田營獎那裡 最後他們又是一槍槍斃他 那我救他們幹什麼? 醫生, 我不想死 你救我, 我不想死 你救我 師父 好, 當然我跟你學會 我是為了救人 現在這麼辛苦救到人 一會兒就抓他們去送死 那我救人來幹什麼? 沒錯, 我也不想見到人死 但是他離開我們之後 他就是一個普通人 他生死與我們無關 這就是戰場上的定律 要質疑的就是質疑為什麼有場戰爭 沒理由, 一定有辦法 醫生 你去哪裡鄉下的? 順道 我也是, 我也是順道大量的 我們分層同樣 回去鄉下 可能大家同樣的太公 你記不記得 潘家村每年累了 我也有去買, 很熱鬧 還有桑基如堂, 養蠢壽司 你記不記得 我當然記得 其實我家裡就是… 現在正在打仗 我知道你想放他 但是你千萬別這麼想 就算你們是同樣兄弟 他始終都是土匪 戰場就是這麼殘套 在戰場上救人是我們的天職 但是怎樣處住他 是軍隊決定的 軍人是要服從軍紀的 沒有, 醫生 你是醫生 你救救我 我求求你, 你救救我 你救我 安爺遺矢的時候 他也有開槍殺人 雙方火兵, 血戰沙場 本來就是殘奮 我們只是負責救人 其他人我們無關 我不想做土匪 但是他們抓了一個兵 我去打劫 如果你真的救他 你就違反軍紀 還害了自己 你救救我 我鄉下還有媽媽 還有老婆等救我回去 你救我 你自己好好的想清楚 你救我醫生, 救我 我不想死 我求你, 救我 我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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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 師父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你真的不後悔? 我知道我在自己做什麼 師父, 你信我 我不想你越踩越深 你們跑不掉 別過來, 不是我開槍的 師父, 別過來 走開 別過來 師父 別過來 師父 你幹嘛開槍打我, 師父 我叫他不要過來 放手開, 一個大學師父 不行 你跑了, 我一定跑不掉 我哪個? 放手 放手 三刀斷,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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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別過來 大家別過來 快點 你們過去看看 難道我跑嗎 難道我跑嗎 快點 走 別過來 跟我走 快點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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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撐住… 不要用 救不了 不會的, 沒事的, 師父 撐住, 師父 你還是做好醫生 你也知道救不了 救不了 我不應該救他 我不應該救他 我來一次, 打一場 本來就這麼殘忍 佳優 他忘了我告訴你 我, 在戰場也好 在哪裡也好 你屬於想救人的人 就是你懂得救自己 我保住自己的命 保住自己的心 你明白嗎 師父… 師父, 對不起 我不應該救他 我根本就不應該救他 他… 我…很辛苦 不行… 開槍 不行 開槍 開槍,不要 他…他…開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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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